总统候选人第二次的证件发表会登场 由总统蔡英文首先发言 蔡英文在细数四年经济政绩的同时 反驳对手韩国瑜在上一场证件会 称世界忘记台湾的言论 他自己忘了世界 世界不可能忘记台湾 台湾正在大海里面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 那么韩市长却坐在浴缸里面 把它当作是一个大海 轮到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发言时 他开口先说圣诞快乐 接着批评总统蔡英文前面所谈到的经济政绩 今天是圣诞节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是韩岛 四年你的执政 台湾人民有四个字 苦 忙 翻 乱 照你刚才的数字 是甜 爽 笑 乐 对于韩国瑜的批评蔡英文这么回应 2017年的忙 是因为国际情势的转变 我们也在进行很多的改革 2018年的翻 是因为我们开始翻转了这个整个情势 那2019年的乱 就是一个背弃了承诺的市长跑出来选总统 而且他的言论引起社会很多的争论 不过两人之间的交锋 不止在经济议题 针对上周的罢韩游行 蔡涵也互相搏火 为什么不是高雄市的市民 才能罢免高雄市长 如果一开始 你们就确定是反韩大游行 我没有话说 根据绿党民调 上周挺韩罢韩游行后 蔡英文民调 云韩国瑜33.6个百分点 蔡英文就表示 罢韩游行许多人上街头 就是明星 韩市长说过 不要在乎冷冰冰的民调 要在乎热乎乎的明星 这数十万人上街头 难道不就是热乎乎的明星吗 除此 蔡英文对于重启核四的能源政策 直言是用命发电 我看过韩市长的2035计划 你的核能至少要占比25% 要达到这个目标 不只是要核四 还需要核五 甚至还要有核六 如果重启核四 继续在台湾使用核电 才是用命发电 第二场证件发表会 在蔡涵激烈交锋下落幕 而在上周六挺韩罢韩游行后 绿党星期三公布民调 2020总统大选的总统支持度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以53.4% 胜过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的19.8% 以及亲民党总统候选人 宋楚瑜的9.2% 新唐人亚特电视 胡宗翰黄彦林 台湾特别报道